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微博之夜王一博与肖战同台 正常工作而已 何必大惊小怪 随着上海每日患者人数的不断增长 严峻的形势使得推迟举办的微博之夜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人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庆典能否正常举办以外 参加活动的艺人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而昔日的工作伙伴王一博与肖战的同台 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猜测 成为了重点中的重点 截止到目前为止 微博之夜能否顺利举办 又或者再次延期 人们不得而知 毕竟以上海目前的状态来讲 的确不适合在此时举办如此盛大的庆典活动 但是从微博之夜的官微上可以看到 宣传工作依然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网络上更是流传出一份微博之夜的座位表 从明星的数量到排位来看 真实性还有大考证 可很多网友在看到这张座位表后又开始激动不已 因为位于第一排的艺人中 王一博与肖战赫然在列 一时间 名单的准确性并不重要 微博之夜能不能举办也并不重要 似乎只要看到二人同台的消息 就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众所周知 王一博与肖战曾合作了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 二人也因此积身顶流之位 各自获得了大批网友的关注与支持 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的成就都可圈可点 后来因各自繁忙的工作安排 二人鲜少一起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这次微博之夜王一博与肖战有机会同台 也只是因为二人的作品双双入围 不过是正常工作而已 何必大惊小怪 一部作品火了两个主演 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正常的是由于某些人的非常规操作 导致各种负面声音纷支塌来 本应成为好朋友的两个大男孩 如今为了避嫌成为了同行路上的陌生人 而这一切全因某些粉丝科的血糖 当然所有的事物不能一概而论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 只不过同时欣赏两位优秀的艺人而已 他们从两位年轻艺人的身上看到了坚持 努力 以两位大男孩作为自己前行的动力 默默地以两位榜样为例 但是还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他们是两位大男孩避之不及的罪魁祸首 也被同时欣赏两位艺人的网友嗤之以鼻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 授权巴掌随笔 平心而论 不管是艺人也好 普通的平凡人也罢 凡事积极向上 努力奋进的人 大家都会发自内心的欣赏 作为网友来讲 可能只是其中一位的粉丝 或者说任何人的粉丝都不是 但是他们对于安分守己 拼搏向上的艺人也并不排斥 反而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去关注 毕竟每个人对于真善美的向往 都是出奇的一致 纵观两位近两年的发展 无论在作品 演技 唱功等其他方面都在稳步上升 并且积极地用正能量带动 引导着欣赏自己的粉丝 肩负起当代青年人的责任与担当 所以能够同时被两位优秀的艺人吸引不无道理 只不过那些过度妄想的fans 确实令人疑惑不已 其实对于某些人的个人偏好 外人不便过多干涉 只是想不明白两个热血男儿 能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故事 同时以两位优秀的艺人作为偶像 并非难以启齿 只是过度妄想的确遭人鄙视 相信只要大家都能够正视追星的意义 以他们作为前行路上的动力 而非过度地去解读些什么 日后两位同台的几率可能会大大增加 毕竟同为正能量艺人代表的耀眼明星 谁不希望在同一个舞台上看见呢 既帅气又扬眼 不管本次微博之夜能否如愈而至 王一博与肖战能否如网友所愿再度同台 只是希望这次的相见 不要再传出什么不当言论 毕竟再怎么保持无感 心情也会受到舆论的影响 别让两个曾经并肩的伙伴 因为某一些人的无心之眼处在尴尬之地 即便不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 至少也要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份美好而共同努力 相信 这也是剧粉和两方粉丝共同的愿望 这也是剧粉丝共同的愿望 这也是剧粉丝共同的愿望 优优独立了 这就是剧粉丝共同的愿望 这就是剧粉丝共同的愿望